好 我們之前講到了 我們把洪光的本文基本概念講完之後 接著來講一下最後幾步驟 唯瑜的發展趨勢 唯瑜發展趨勢呢 大家看到這本課本提了幾種 第一個叫做 夏威夷光照 第二個叫做OPC 第三個叫宇宙光照 第四個叫做靜頓思維 第五個叫做雙重圖案化技術 這些技術基本上 大部分業界都有在使用 我們把它列出來 我們把它列出來 先把它列出來 所以第一個叫做什麼呢 相位工照 PSM 第二個叫做什麼呢 光學靈機修正 簡稱OPC Optical Proximity Correction 第三個叫做靈種 宇宙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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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是靜頓思維 是immersion 浸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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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mersion 三圍 第五個 雙重圖案化 這五個目前發展趨勢 它代表什麼意思呢 我們一堆來看 後面上一堆來講一遍 首先 第一個 第一個 相位的光照是什麼呢 相位的光照 是讓過去的光 你看 如果說今天 這十一百上 黑黑的就是各精神 各 它是來擔住光的 那光過去之後 基本上 光 我們剛剛講過 它是從水銀燈弄出來 單一波長的光 單一波長 甚至它們可能是 頭一輪的 它們可能是同條光 然後呢 在過去的時候呢 同條光之間 很容易產生所謂的 建設性干涉 或破壞性干涉 這是同條光 很容易發生的一個問題 叫一下下面各位 我們都知道 雙峽峰是兩個光源 會產生干涉 那為什麼現在陸光燈 我們點上看不到干涉條路 因為它們兩個光源 不是同條光 它們會有各種波長 就算是同樣的波長 它們相亦也不一樣 所以你要達到 完全的建設性干涉 或是完全的破壞性干涉 那條件是什麼 第一個 兩個干涉的波 它們的波長一樣 第二個 它們相亦要不就是完全一樣 要不就剛好差一個80度 才會產生完全的建設性干涉 跟破壞性干涉 而 黃光在陸光所用的光 基本上都盡量 光的波長越存越好 所以它可以滿足同樣波長的光 所以它 而且上面就是同步輻射出來了 同步輻射出來了 所以它們有點類似雷射性 就是什麼呢 它們很容易變成紫瓢光 使得它們經過夾縫之後 很容易產生 所以我們建設性干涉 或國外的干涉 為了讓這個的干涉性減少呢 所以我們最好讓它產生下距差 比如說這樣子 一個光照兩個峽 光打下來的時候呢 剛好光都是成這樣的波形 結果在中間OPEN LAP的地方呢 產生了建設性干涉 這個建設性干涉 這個建設性干涉就變成什麼呢 如果今天只有這個洞 只有這樣子沒問題 只有這個洞 波形長這個樣子也沒有問題 可是剛好開兩個洞 這兩個又很明近 而這個又很窄 很窄的情況下呢 變成這裡也就是要打住光 可是我知道光會散射 光在散射的時候 總是會有個散射的寬度 而中間這個地方呢 光的強度很弱 如果只有單一個的話 這個光的強度 不止無疑讓這邊的光阻 破光 可是今天利亞裡面都開動之後呢 中間的地方只能建設性干涉 使得它的政府呢 變成兩倍 而這個政府呢 我們如果只要達到 臨界水水以上 這邊的光阻也會消失 也會變不恐怖 這時候當圖案很小很小 又很緊密的時候 很容易發生這件事情 所以就變成怎樣呢 我們希望每一個光可以過去的路徑 它最好在隔壁這個光的路徑呢 它們相會最好一樣 最好怎樣呢 最好可以插個180度 像右邊這邊 我故意在光照上 兩個要不同的地方 其中一個地方呢 在塗上一層塗層 那這層塗層的目的就是造成什麼呢 讓它發生相位 就是光過去的時候呢 Face會改變 最好改變成什麼呢 最好改變成180度的Face 原本是正的正覆 透過這個相位移動完 就是一個全部覆的正覆 使得在OA Lab這一塊呢 產生了完全的破壞性干涉 所以反而可以讓中間這個地方呢 沒有光的強烈 那這樣的話 這兩邊敷光後 中間這裡光的強烈不弱 中間的圖案就被留下了 就被留下了 這就是相位移風照 為什麼會發相位移風照 因為圖案越做越小 越做越小 而圖案的兩側光過去的時候 很容易在中間這個地方 產生建設性彈色 原本應該擋住光的地方 反而擋得住了 可是如果你用相位移風照的話 我們就開在中間這個地方 假髮是相位189片 中間OA Lab的地方 反而會產生破壞性干涉 反而就不會破壞 所以使用相位移光照 可以在同樣的間距之下 達到更高的清晰度 可以達到更高的清晰度 或是換個角度講 同樣的光源 當尺寸越做越小 如果不使用相位移光照的話 在某個尺寸以下 這關就會消失不見 就會消失不見 所以用相位移光照呢 可以增強它的清晰度 這就是他 而相位移光照的做法 就是這樣 加入你 光照本身是一個 十一玻璃 然後上面有個金屬個 然後呢 再把金屬個實刻出 你要的光照的圖案 然後呢 在上面呢 某些區域在 在透光跟透光之間 某一個鄰居 一定要在圖上的下位移圖層 使得他跟旁邊的空氣 他跟旁邊的空氣呢 相位不一樣 來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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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光源中間的圖案 兩個光源中間的圖案 不會產生建設性感染 而 而且說 這就是怕說 當你這尺寸太小的時候 一到尺寸的難色 要馬上就消失 要馬上就消失 跨度比起來 要更短 因為兩側的地方 反而會被弄到 所以 這就是相位移光照 當圓界做的尺寸很小 力度很高的時候 就會使用 這種 那相位移光照 除了使用塗層來改變相位 還有什麼辦法可以改變相位呢 還有什麼辦法改變相位 那其實就是很簡單 在你的食音玻璃的厚度做調練 因為光在食音機不同材料的時候 光在食音機不同材料的時候 速度會改變 速度會不一樣 所以變成怎樣呢 比如說這個東西 這個食音機板很厚 這個東西呢 你會把食音機板石刻下來 或是說你在石刻清除突然中 這個地方就多石刻一點 那使得光在走這兩個地方的時候呢 經過了食音版的厚度不同 那就造成下距離的差 所以相位移光照可以藉由塗料 塗層 也可以藉由什麼呢 基本的厚度來改變 那一看就知道 如果你是老闆 你是製造商 你會選用哪一種 你會選用這種方式 還是選用塗層 你們覺得 你們覺得哪種比較好難啊 如果你是製造商的話 你會選用哪一種 會選用這種的 橘奏 那會選用塗層的橘奏 為什麼 你覺得塗層 為什麼不選用這種 你會選用塗層代表 你覺得這個比較不好 你覺得這個比較不好 你覺得這個比較不好的原因 講不出來 那使用這種比較好的 你覺得願意刻嗎 蛤 成本比較低 成本比較低 那萬一你刻的深度 刻的不好 原本180度再刻 又變成360度 那怎麼辦 懂意思嗎 如果你是一定用距離來改變的話 哇 讓這個的厚度 比較要拿捏得精準一點 有時候 有時候製成就是這樣 10顆會有10顆的解析度 成績有成績薄墨的控制能力 那就看 你哪個解析就好 如果你是擅長會10顆 10顆剛剛好的 那就選用10顆 如果你是成績薄墨 你是比較有法落的就成績 而目前大部分的機台 基本上成績要均勻 比較容易 10顆要均勻 會比較好功夫 也就是說 10顆所花 所需要花的機台的成本 可能比較高 比較精密一點 反而是伯木的成績 要達到均勻是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 就好像各位的眼鏡有沒有 像剛才有什麼抗藍光有沒有 或者是時候會發核光 那其實都是在晶片 最後再去多做一個 薄薄的塗層 現在到處很多地方都有用到這種 塗層的技術 甚至連買機車有沒有 都說它的外殼是什麼 奈米塗屋 奈米塗層有沒有 不曉得大家不知道 去買摩托車的時候 他都會說 這次最比較沒有做奈米激素的塗層 烤漆還是做它的作用 現在告訴你說 如果是塗層的話 是比較容易做 那除了相位於光照之外 還有一個叫做衰減相位於光照 衰減相位於光照 衰減相位於光照 它是什麼呢 它指的是 我直接在你的金屬做處理 比如說 呃 M4S3這個材料 光透過去的時候 M4S3這個粉末可以拉 193的光 發生80度的相位於光 好 而且它還有什麼作用 它可以讓透光率下降 降低光的強度 好 它指的是什麼意思呢 它指的是 來 我們剛剛講過 使用相位於光照 那剛才就一開始到光的強度下降 光的強度如果一開始就是比較硬的話 那就算監測性干測起來的強度也 還會比較弱一點 好 這是另外一個思考邏輯 當然 這樣子做 跟原本的 跟什麼呢 跟原本的概念有點抵觸 我們之所以需要光強度強 是因為可以降低光時間 可是你的光強度弱 就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所以也不代表說 如果今天我是已經光的強度已經經過調好痛 就是已經調到最佳之後 你就不會使用這種 衰減效位於光照 因為衰減效位於光照 因為衰減效位於光照 它用的是兩個原理 第一個原理是什麼呢 經過MOSI的地方呢 它下降會會是 你敢罵什麼的效位於中間 代表什麼呢 MOSI可以當作我們簽名長的 效位於光照的平成材料 而它的第二個作用是什麼呢 它可以降低光強度 因為它的扣光率比較低 可是這一點有點跟我們之前 前面所講過 光強度夠強 來說過的支撐時間 有稍微提出到 有稍微提出到 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可以想著什麼呢 MOSI還有兩個功能 第一個發生180度的效率 第二個 降低光強度 因為它的透光率比較低 可是透光率降低 是時候比較不見的 如果透光率要降低 那我故意還在光源 等等的那個Tower給它 下降一點 我還省電耶 對不對 對不對 我為什麼產生這麼大的能量 還要故意再把它 強度降低 對不對 有一點 有一點本末導致 但是 這時候是幹嘛想到一個歪文 有人說 欸 算了 不要這樣 還是 這個笑話還是不要亂講 好 這個 之所以會用MOSI就是怎樣呢 你的光強度太強了 所以故意用這個的話 這個的話 用MOSI 使得光過去之後 光的強度會比較低 而你的光組 要能夠蓋光 它必須要超過一定的光強度以上 所以 沒有被MOSI擋住的地方 光的強度夠高 被MOSI擋到的地方 那光的強度就會變低 所以MOSI本身也可以取代個金屬 來擋光 好 也可以取代個金屬 好 但是個才是可以玩的 因為MOSI在裡面還是會透光 剛剛講過 MOSI並不是完全的 膽光 它是會有20%的透光率 透光率 好 那這只是讓我們知道說 你選用不同的金屬 不同的金屬它會產生 第一個 不同的透光率 第二個不同的相位 所以你會看到 這裡放了很多MOSI 最後霧出來是這個樣子 那是因為 它跟它旁邊之間 第一個有180度的相位差 第二個它可以阻擋 它可以讓光強度下降 所以這個就稱之為衰減相位於光 你知道變成什麼呢 你的圖案還不再使用金屬個 而是直接改用MOSI MOSI本身可以擋光 但是它有去 它無法擋住所有光 它還是會過去 只是過去的光 會怎麼樣呢 產生180度的相位差 這樣了解嗎 就是MOSI的固定是 第一個 它用來擋光 但是它缺點是無法擋住 它的所有光 但是它有一點點是 就算我的光可以過去了 我也可以產生180度的相位差 可是缺點就在於什麼呢 如果我的尺寸大 你就算180度的相位差又怎樣 只要你的正能強度 夠 我還是可以改光 所以它主要用管 是適用在 元件尺寸相 而光的強度 還不是很強的情況下 了解嗎 這個了解 看 好最重要最重要是這個 現在 基本上 在 在麥克林克以下的尺寸 都會使用所謂的OPC 什麼叫OPC呢 OPC的原因很簡單 如果今天我光照上的圖案 是這個L型 這是我光照上的圖案 就是一個反過來型的7 我下去曝光 我在曝光的過程中 這個地方會擋曝光 沒有錯 可是光打下去的時候 它會散射 它在散射的時候 你會看到 在角度的地方呢 有所謂的 到達角度 也就是說 這個地方的點 它看過去 這個地方點 它如果要接收光源的話 它的接收角度 包含總共有 半星度的接收角度 平面的話 這個點 它是個平面 這個點它的光 可以跑進來 接收角度是180度 欸這個點 光打下去的時候 這個點可以接收光的角度 只有90度 它只能接收從這90度內 所有方向來的光 那這個點 有270度 欸這個 180度 欸270度 欸270度 180度這樣子 因為光 不是 你在曝光的時候 光打下去 它不是完全直線前進的 光是這種電子波 電子波波的特性是什麼 每一個波前都可以視為一個新的波鈺 在向四周波上來 所以光本身會有波動特性是什麼 它其實會不斷的散射散射這樣子 好 那就會導致成什麼呢 原本這個地方 我們是要打住光的 可是旁邊這270度內的散射光 打進來之後就會讓這個地方的光強度變強 它也被陷陷陷掉 所以到達角度大了 它就 雖然 金屬馬 它擔住直射的光 可是 旁邊沒有被擔住的光 它也會向四周散射 也會從側邊打進來 側邊打進來 使得到達角度因為大地方的圖案 它就被 不光顧到 它的光強度累積著後槍 它就會被產生化學反應 就會被融進到 所以你看到達角度大了 到達角度大了 到達角度大了 270度的 都顧到光了 反之這個地方這個只有90度 這個地方要光過去了 可是呢 這個到達的角度 喔 不到180 只有90度 所以過來的光反而少 所以這個地方被曝光了 反而 沒有被完全顧到光 光的強度多 光的強度不夠強 變成這樣 或者是說 如果你是你要90度的地方 也完全都可以曝光 那比它角度還要大的 就會更 曝光角度就更強 我們一般曝光都是 以什麼來當基準的呢 一般曝光都是 180度的地方 就是平的地方 曝光光剛好是平的 為基準 一般的話 像各位這樣 是還沒有什麼經驗的人 你們曝光都會認為 怎樣曝光就要完美 給你一條線 你曝光光就是一條線 你都是拿這個來當基準 去調整你的伎量 代表什麼呢 代表你的曝光強度 你是到達角度 180度 來當你的條件 去給它的光源 曝光不下去 曝光 可是這時候到達角度 這個光的 arriving angle 光的到達角度比較小 它就會曝光不足 所以最後曝光出來的光 會是一個 方正的 L型 或是倒血漆嗎 不會 曝光之後 光主的突然就長得 像黑色跟一朵香蕉一樣 就變這樣 就變這樣 那怎麼辦呢 就要去修正你的光照 換言之 我希望我突出來 如果是剛好 是這個方方正正的形狀 請問我的光照上的圖案 你會是這麼方方正正嗎 就絕對不會死 所以在這裡 所以就看到 曝光太多的地方 你就不需要圖案突出來 你光照上的圖案就要突出來 使得曝光之後呢 曝光之後呢 曝光之後呢 邊邊角角的圖案這樣子 所以到達角度大的地方呢 它的光照在設計的時候呢 就要經過光學計算 光的路徑反正是輸入給它之後 它就自動會幫你圖案變化 這種曝光過度的地方 它就故意把你的圖案加大 遮光的區域加大 使得光打進來 像裡面曝曬的時候呢 最後曝出來會變得 欸我叫方黏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要曝出一個形狀接近 這個七字形 這個道七字形的圖案 你真正的光照是長這個樣子 像狗肯一樣有沒有 像狗肯一樣的圖案 這些就是經過光行進路徑的計算 所造成的修正 稱之為光學靈近修正 或是光學靈近修正 或是光學靈近修正 這主要是因為 來自於光的繞車現象 光的繞車現象所造成的 所以變成 如果各位有機會 拿到半導體先進製成的光照 上天的圖案 都是這樣子 好像長香菇一樣 或是好像得癌症一樣 都是醜醜漏漏的 副完光出來 欸就反而變得很正 那是因為就是經過路徑 在先進製成全部都一定要經過OPC 如果你的光照圖案 沒有經過OPC的話 你副出來的形狀 就絕對不會是你設計的形狀 他一定會種種形狀 會變成不掉 而OPC基本上就是讓電腦去跑平轉 所以對於電路設計者而言 電路設計者設計一個 當然他在layout上 在布局圖上畫的還是方方正正的圖案 但是給了 但是在給什麼呢 給台積電連接這些晶圓代工廠 晶圓代工廠是什麼呢 是幫IC設計者製作出電路來 所以電路設計圖是有 IC設計業者給的 下次連8顆 給了台積電他的電路設計圖 然後呢 我再根據你的設計圖圖案 再根據我們家所使用的護光機 護光源 跑了光學的模擬 方程式之後 把你的光照上的圖案 送去那電腦 做OPC修正 才會產生最後要化在光照上的圖案 因為他就可以知道 這樣的圖案不出案 才會是你客戶設計的結果 所以OPC是每家 晶圓代工公司不同 它就會需要護到OBC 光源用的不同 也會需要不同的OBC 所以這些OBC的Data怎麼來的呢 就是由黃光工程師 你就要設計很多各種奇奇怪怪的圖案 然後呢 用你的曝光機 曝完光弦譯完之後 產生怎樣的圖案做記錄 告訴電腦 一字形替出來長什麼樣 七字形替出來長什麼樣 十字形替出來長什麼樣 角度不同的時候曝出來長什麼樣 讓電腦收集夠足夠的圖案之後 然後呢 再告訴他 如果今天要一個方不正正的 某一個圖案 那請問我的光照要怎麼變 才可以曝出來是無料的形狀 這就變成 每家公司所使用的光學技術不同 電腦OBC的參數就會不同 所以各家公司的OBC的參數是會不一樣的 就是背上他們家的資產 背上他們家的黃光資產 用的光組是什麼光組 用的光源 用的光源 用的光的強度是什麼強度 甚至連製作光照的廠商 它的光照用的材料是什麼 你試玩用下一個油光照 這些東西一定考慮進來 等確定結果之後呢 你再發發OK 製造光照的廠商 根據OBC的圖案去畫光照 去把光照上的圖案 刻成一樣的圖案 所以就刻成這樣的 像一個DT-GAGA 一個斧頭形的圖案 而它的目標是為了曝光圖案 變成一個七字形的圖案 這叫OBC OBC非常的重要 沒有OBC就不行 再來第三個 最好理解的就是什麼呢 靜韌式微影技術 靜韌式微影技術 其實就是怎樣呢 在顯微鏡的固境跟壓力之間呢 進入液體 這液體通常是用水或油 基本上大根都是用水 因為要純化 光要過去的時候 千萬不要有任何的炸質 不要被打到光 或是降低通常度 目的就是為了什麼呢 目的就是為了光 在不同的介質裡面 液體裡面 它的波長會改變 因為它有一個NFactor 四難的定律 N1SideC1 N2SideC1 我們記錯 四難的定律是這樣 N值 N值會不想到波長 不同的N值會改變 N越大波長會越下 空氣的N是一碼 這個N中文叫什麼 大家還記得嗎 摺摺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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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你會發現到 如果今天你的光源的波長固定 那你只要更換這個液體 只要把N值越大 它只要能夠純化 能夠很均密純化 沒有氣泡產生 N值越大波長就越多 你就不需要買新的波動 不需要買新的光源 你只要N快體 這液體只要能夠讓N值越大 你的N分之難感就會越小 你的氣息就不會提高 所以 靜論式技術 之前講過 早就在用 早就在用 已經有非常多的時代 N就是摺摺率 而且這個Focus 就是液體的摺摺率 是物近跟晶圓之間的摺摺率 那如果今天中間是空氣 沒有填液體 那就是 那如果是水的話 DI8的就是1.46 就是1.46 那一旦通過這個之後呢 它也會長到你的緊身 Depth of Focus 因為我們前面講過 緊身跟解析度 沒有辦法從時變好 這是我們上一代所介紹的 因為他們的數學工資都差不多 緊身要大的時候呢 緊身要大 多長就要大 NA就要小 可是 只要多長大 NA小 resolution就會變差 解析度就會變差 可是如果是使用這種技術的話 你會看到 N字在哪裡 N字在這裡 N字在這裡 那N字在這裡的話 好嗎 好 來這數學方式 的結果 是 N N 如果越大 他 他 他撿了他 所以他 這個字會消去他 他撿了他 有一個正的數字 那N 越來越大 那就要看這個地方是很大還是很小 如果他很接近呢 他竟然很小 就剩他 N越大好 這個就越大 但是如果說他跟他 很接近 或者說他 也很小 那你N字 一直在念 正就不太念 因為正 你還是區區N 那這裡會區區C 欸對耶 如果我們可以找到一個N很大 N很大 N如果遠大於他 這可以甚至忽略掉 那這一下N就會區區於0 對不對 當N越大越區區於0 那這整個字就會越大 對不對 所以很明顯 從這個方程是 如果找情端子去看 因為我們一般看趨勢 要就是把他近似無限大 要是近似於0 去看他的情緒嗎 好 如果把N越來越大的話 是好還是不好 N越大 Depth of focus會越大 情深越大 是好事 所以發現靜論式技術 同時也可以 改善 景深 好 從數學上來看 所以 這是目前我們看到一個 同時改善解析度 又改善景深的做法 使用 Immersion Mode的圍圍 Immersion Mode的圍圍 技術 同時也可以改善景深 所以 進入系統的 Depth of focus的改善因子 就叫命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 物件跟晶圓之間 如果填充液體的話 景深反而增加了 景深反而增加了 那水主要是進入在物件和晶圓表面之前 所以 我們就知道 靜論式技術 是一個超級偉大的 法線 或發幣 因為它竟然出現了一個 大家原本認為 沒辦法 是解 維持路線跟晶圓的東西 靠近論式技術 好 然後呢 接著 如果今天的波長固定 你用的是DI8 那 那 什麼呢 那麼 光照 跟你的晶圓 看一下是什麼 什麼的間隙啊 空間間隙 關係 曲線 改善因子 分五是空氣的時候 分五是空氣 分子是 分子是在地點裡面 最大的一就是比較好 這個數字越大越好 景深越大越好 但是如果 跟光照 光照的間距 這指的是誰的間距 是附近跟晶圓的間距 還是 對啊 這個寫的怪怪的 應該不是光照的間距 應該是這個的間距 應該是附近跟晶圓的間距 應該是附近跟晶圓的間距 當然 越遠的話當然是越不好 越近當然會是越好 越近當然會越好 越近當然會越好 越遠的話 光 就容易散射了 光照散射情形 都會變差 所以這個當然是越近越好 越近越好 這就是 曝光源的附近 這就是 晶圓 然後中間呢 比較充滿的水陰 不能有氣泡 好 再來介紹的是多重圖案畫技術 多重圖案畫技術 它是什麼意思呢 簡單的講 它應該是 簡單的講 它講了三種方法 唯影固化唯影實科 唯影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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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自我 是對準的雙影圖案畫實科 這三個代表什麼意思呢 我們先來看 首先第一 如果今天我要做的這麼密 我今天我的圖案 最終的圖案要怎麼這麼密 我們其實講的 我們如果用一張光照 直接布這麼密 缺點是什麼 這個寬度很密的話 兩邊的公民在打過來的時候 很容易在中間 產生建設性干涉 就需要使用所謂的 消費衣光照 那還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這裡出來呢 很簡單 我這個圖案 我分兩次曝光達到 我第一次曝光呢 只曝光這個跟這個跟這個 曝比較圖案的 這是我第一次曝光 然後呢 曝光之後呢 我再做上光處 再從上一次 再做第二次的曝光 那這樣的話 圖案跟圖案之間的距離 就會比較遠一點 因為圖案跟圖案之間的距離 如果太近的話 剛剛講過 那種曝光的繞色 會讓這個圖案 會讓這個圖案 會變得很像 所以用這種做法 的好處是什麼呢 圖案跟圖案之間 離得遠一點 密度比較稀疏一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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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遠程度就是這樣 所以它等於是 分兩次曝光 再去時刻 變成這樣子 所以變成這樣呢 以一個很密的圖案 它不是一次大道 它不是一次用一張公道大道 它是分兩次 分兩張公道做成 但是這個會有趣一點是什麼呢 你等於是對準 不光要鋪兩次對不對 鋪 鋪鋪一次就會有一個 對準的問題 它就有可能會偏硬一點點 這樣子 就好像 一個圖案 你在蓋章的時候 你一個印章 刻好兩個圖案蓋下去 它不管你蓋幾次 圖案一跟圖案二的距離 永遠是保持一樣的 可是你圖案一跟圖案二 分別各有一個印章 蓋的時候 總是會 可能會有一點點誤差 這就是 確定 但是好處是什麼呢 這樣的話 圖案跟圖案之間 每一層的圖案裡 的間距都比較大一點 解析度會比較好一點 這是這種做法 這就是要做什麼呢 這個做法就是 剛剛講的 曝光一次 然後呢 把它印章完 固化完 再重新再進一次回引系統 就是上方組 曝光 曝光協議 最後再時刻 所以它也是兩次曝光 曝完工第一次 曝化它 然後再做第二次曝光完之後 再一次時刻 這是一種 那它一種做法是什麼呢 跟這做法一樣 只是更清潔一點 它更清潔一點什麼呢 它直接分 兩次 兩次時刻 它什麼做呢 它什麼做呢 它一樣 我先曝光完第一次 可是曝光完第一次呢 我光組 我就直接先時刻了 我就先時刻 把黃色的先時刻出來 接著再曝光第二次 再時刻 再把綠色的時刻亮 就留下這個樣子 然後再把光組提出 然後接著呢 把藍色跟黃色來當作阻擋成 再做第三次時刻 齁 就會時刻出 你最後要的圖完出來 你最後要的圖完出來 齁 齁 那既然再上第二次的光組 再做的是黃光 既然再時刻出來 一個材料 那這個綠色跟這個黃色 就是一個時刻阻擋的材料 我們稱之為哈馬斯克 哈馬斯克 定式阻擋成 或者是你可以想著 它就是取代光組 因為光組原本的目的就是當作什麼呢 時刻阻擋成 來 那要怎樣呢 在時刻這個時候 光組把他去替代他時刻 可是在這個地方有看到 誰是時刻阻擋成 綠色才是時刻阻擋成 而綠色可能是個 電子 他可能是 Nitron 可能是 阿塞 看你使用什麼材料 他可能是一個絕緣成 一般是一個絕緣成 要嘛就是阿塞 要嘛就是Nitron 他就是取代光組 原本是什麼 第一次圖案畫 光組要去除 再第二次圖案畫 光組去除 他的好處是什麼呢 他的好處跟剛剛比較起來 我們的前一個做法是 什麼呢 復完光一次就顯影 固化了 然後再做 然後呢 再做第二次的復光 那缺點是什麼 你在做第二次的復光的時候 第二次復光也是要做第二次的顯影 可是這個流下來的基層 他同時也會經過第二次的復光 跟第二次的顯影 如果說你固化的程度不夠好的話 他也沒有可能再一次的被 寫一寫掉 因為他還是會再照到第二次的光 然後泡第二次的顯影機 所以這個圖案可能會有所損失 因為你第一次的圖案 這個是光組啊 就算你在什麼復光 他的本質還是光組 而你第二次 這個第一次圖案結束 第二次又在上次光組 再做第二次的復光 然後再一次的去顯影 那就等於是讓第一次的這個圖案 又再經過一次復光跟顯影的復狀 那他如果他的反應 你沒有完全復光他 代表他還會完全復光反應的話 他還是有可能會局部容盡 也就是說這個第一道 他經過了兩次洗光組 那他的可能會有點受損 所以使用第二種方法的話 他確保的是怎樣呢 至少不會光組不會再受損 因為如果使用兩次復光的話 他缺點就是 雖然說你只要 雖然說你只要復光它 不會容易光組 但是如果你復光的程度不光的話 會怕會影響 不管是哪種 他們的問題就在於什麼呢 他那個 他光照之間如果有部分存留 或是有部分位影的話 那這個誤差就會轉到心理上 而且這誤差 萬一 我這兩個圖案 比較胖跟比較瘦 我是分兩次做的 如果一個圖案 偏左一點 一個圖案偏右一點 哇 那是不是就等於是最慘的情況 你原本這個圖案 一個印章是完成的 很像分兩個圖案 要一張先蓋一個再蓋一個 如果一個偏的偏左一點 一個偏的右一點一點 那你反而 這兩個距離跟你設計的 就會差很多 所以他會有 關鍵誤差是什麼呢 他們就會有這種圖案的移動 造成的誤差 其實是對準誤差 就是一種對準的誤差 所以他說這只能用在非關鍵層的四層次 講流遠真的屁話 那什麼地方是非關鍵層可以這樣用的 那還有第三種 第三種 SAPP的做法 基本上學校要做小指揮預件 很多時間都會使用這種做法 但是在公司業界 基本上不太會使用這種做法 看一下 好 這就有機會 如果是 如果是 這種做法就有可能 好 我們這邊休息一下後 來 接著來告訴他 告訴各位 我們剛才已經介紹了什麼呢 雙重揮引技術 就是一個圖案 我們不是一次完成的 我們分兩次完成 分兩次完成呢 分別是用 都是使用光阻來當作導致 跟什麼呢 跟使用絕緣成來當作導致 我每圍一次 我就時刻一次 然後就把光阻去掉 再無影第二次 再時刻第二次 來時刻出整個圖案之外 這是這兩種的差別 一個是全部都使用光阻來當作導致 一個是使用絕緣成來當作導致 好 等一下 我來介紹什麼叫做SAPP 我們先休息一下